嗨大家好,我是Patrick 今天继续跟大家聊续签的话题 今天的话题比较有意思 话题的根源是因为我一个星球里的朋友 他之前专门电话咨询过我 然后我们又在星球里边做过一些讨论 这个朋友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然我会引去他个人的和比较关键的信息 因为他的太太是之前很早之前 大概十年前在香港读的Master 读的硕士 然后因为他最近咨询我这位朋友 他是需要来香港工作 但是他不容易拿到签证 但是他的太太因为是之前毕业的毕业生 所以说他可以申请IANG的回港签证 IANG不但在你毕业的时候 你可以申请留港签证 其实在你毕业之后 你依然可以申请回香港的签证 但是留港签证和回港签证的区别就在于 如果你是留港的签证 你不需要工作就可以申请这个签证 然后这个签证的时间有两年 但是如果你是回港签证的话 你必须要先签到一家公司 你有了工作之后 你才可以申请回港签证 所以这位朋友 因为他自己比较着急在香港做业务 所以他希望他的太太可以申请回港签证 然后跟保险公司签协议拿到签证 然后实际上是他作为受养人的角色 来香港工作 因为他太太不会实际在香港工作 所以就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两年之内他必须要续签 而且他必须要从受养人转换成主申请人 才能续签 因为大家要知道一个概念 就是受养人的签证 是必须跟随主申请人的 哪怕受养人在这两年之内 你的工作非常好 你的收入非常高 但是如果你的主申请人 他没有在香港工作的话 受养人一样会断签的 那基于这个问题 其实我给他提出了一个建议 当然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他可以在拿到受养人的签证 来香港工作的 同时申请香港的一个硕士 然后在他硕士毕业之后 他就可以自己申请ING的签证去续签 其实这个朋友的情况 我们在星球里面还做过比较多的讨论 有一个朋友他的建议 就是他觉得这样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他的ING受养人的签证 可以读书之后 直接更换成ING的主申请人的签证 而且他可以利用在香港 有身份证的这个情况 以本地生的学费去读香港的硕士 他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但是这个朋友的提议 其实是不可行的 首先诉求是他要续签 他续签就需要自己申请ING 从受养人变成ING 那你怎么变呢 ING是发给非本地就业生的 那首先如果你是以受养人的身份去读书 你是拿香港身份证去读书的话 你并不是非本地学生 而是香港居民 那这个时候你是不能在毕业的时候 申请ING的签证的 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你想从受养人变成主申请人 来申请毕业生流港的签证的话 你必须要从受养人先转换成学生签证 那在学生签证毕业之后呢 由学生签证的身份再去申请ING的签证 你才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转换 那因为现在的政策是 你在学生的状态下 你是可以在香港兼职的 所以我认为如果他是想从事他的业务的话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关于这个本地生学费的问题 如果你是ING的受养人的话 其实你是不能够作为香港本地生的身份 去享受本地的学费 因为本地学费跟非本地学生的这个收费 可能要差三到四倍 所以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超过了18岁的受养人 你就不能以本地生的身份在香港读书了 所以说在这个学费上 他是没有优惠的 最后的解决方案呢 就是这个朋友 他要通过他的太太申请ING回港签证 然后他作为申请人的受养人 拿签证来香港工作 然后在他工作的同时呢 他要申请香港的学校 然后在他入学的时候 从受养人转换成学生的签证 在同时可以兼职工作 那在他毕业之后呢 他自己在申请ING的主申请人 然后他太太就可以转成受养人 那两个人呢 其实从他太太申请ING回港签证的那一刻起 就开始算七年的永居 这样的情况算是一个解决方案了 但是呢这个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呢 也是我及其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情况啊 因为是非一手资料啊 所以我不能百分之百的确认 那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呢 可能你也要去跟入境处进行确认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如果你是以前的毕业生 那你要现在申请来香港的ING回港签证的话 因为你需要签一个工作嘛 所以说有很多是签了保险公司的 那如果你是在保险公司做保险的话啊 我看到的案例啊 不止一次是最少有两个都是入境处 只给他们发了半年的签证啊 这个签证的意思呢 就是他需要看你是否真的是通过这个签证来香港做业务啊 真的有收入啊 如果是属实的话 那他会再给你发两年的续签 那如果不是属实啊 你真的只是为了拿香港的身份证先回香港的话 可能这半年之后你就不能够续签 你的回港签证就只有半年的时间 那所以说如果有想拿回港签证来香港的朋友呢 大家也要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你是真的要来香港卖保险工作 还是说你只是为了通过保险公司先拿签证回香港 那就牵扯到了第三个问题 也是最近在星球上有一个朋友 他问了我好几次 他应该是想通过这样的情况去续签 就是他问我通过保险续签 到底是不是很难到底有多严 情况是这样的啊 因为之前呢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的计划都是 如果假设你是通过卖保险续签的话 那如果你没有业务 你就自己给自己买一些保险 给家人买一些保险 如果你这个保险给的佣金够多 然后你自己呢 既在买保险的时候有了一些优惠 然后呢 你自己又可以通过名义上的这个收入 实际上是你自己给自己买保险的这个佣金嘛 以这样的情况去续签 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这样打算的啊 但是呢 最近劳工女服务局局长 他其实也关注到这个问题 那他就有一个公开的回复 他说如果你是做保险续签的话 那他们就要真的去 非常严格的去审查 你是真的在做保险业务 还是说你只是为了续签 只是为了挂一个这个保险的这个工作 然后续签 那首先呢 如果你只是挂了保险公司 但是你没有实际的业务的话 那肯定续签是难度非常大的 基本上是不能够续签的 那如果是你自己给自己买了很多的保险 然后你的佣金达到了入金处要求的收入水平 行不行呢 之前大家都认为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呢 如果他们加强审查的话 他们会审查你是不是真的有实际的业务 你这个保险是卖给谁 是卖给你自己还是卖给你的家人 还是说你卖给了真实的客户 那你的收入是不是真实的 如果你是真的在做业务的话 应该续签还是OK的 那如果你只是卖给自己的话 我相信续签的难度应该也会很大 因为现在第一批的高材已经到了 开始准备续签的阶段了 所以说大家有这样计划的人应该也很多 那入金处呢 肯定也会根据大家的计划 调整他们审批的方向 所以说不管你是优才高材 ING的这个签证 你要准备续签的话 首先我觉得还是要有充足的准备 要提前去着手和规划 那第二你要真的了解 入金处他们最新的要求是什么 你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样 才能够达到他们续签的要求 那最后再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这个知识星球 因为最近其实知识星球里边 我也有很多的分享 大家的讨论跟回复 还有大家的问题都比较活跃 其实知识星球 它是一个知识分享型的软件 然后我的星球里边 我除了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知道的一些资讯 包括一些新的情况 我的一些分析之外 其实我会跟大家有很多的讨论 大家其实会提出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都会在里边进行解答 然后除了我会解答之外 其实有很多朋友 有的是有续签的经验的朋友 有的他是在香港 有自己真实的在前线工作的朋友 他其实他们也会分享他们的经验 包括有一个朋友 他就分享了自己作为IT的工作者 在香港工作的第一手的经验 比方说这个行业是怎么样的 你要怎么样去找工作 然后为什么 从大陆来的这些高材跟优材 IT行业 即使你之前的背景很好 为什么你很难找到匹配的工作 以及做IT行业 他薪酬情况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 会分享很多这样的讯息 这些讯息都是非常干货 然后非常有价值的 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关注来香港发展 或者是来香港之后 以后再去其他地方的发展 大家有关注在香港的身份的申请 续签 包括工作发展 其实都可以加入到星球里面 我们来一起来分享和讨论 现在加入我的星球 还可以跟我进行15分钟 一对一语音的沟通 我可以回答一些你比较棘手的 或者是你比较想了解的问题 特别是比较个人化的一些问题 我可以帮你进行一个分析和解答 所以也当然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加入了我们星球里面 我们会有更多的分享 经验 讨论 还有共同的成长 好 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关注和转发 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